大家好,我们又见面了。 今天和大家说一下,甘硫和氛硫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? 甘硫是固体或有机物,在隔绝空气条件下加热分解的反应过程。 甘硫的结果是生成各种气体、蒸汽以及固体残渣。 分流是对某一混合物进行加热,针对混合物中各成分的不同废点进行冷却分离,形成相对纯净的单一物质的过程。 甘硫是一个复杂的化学反应过程,包括脱水、热解、脱氢、加氢等反应。 过程分为脱水分解、热解、缩合和碳化三个阶段。 用分流柱进行分流。 被分流的溶剂在蒸馏瓶中沸腾后,蒸汽从原底烧瓶蒸发,进入分流柱。 在分流柱中,部分冷凝成液体。 甘硫是化学反应,分流是物理变化。 您知道了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